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刘同牧师 在感恩节过后,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圣诞节起 这个礼拜天,在两堂主日崇拜之后 我们都会在生命和广场小山丘上的圣诞树举行点灯仪式 这已经成为教会多年来不可少的传统 为什么要持守这个传统呢? 首先,这是一个宣告 我们要向世界宣告,唯有耶稣基督是世上的光 我们看见今天的世界是活在黑暗罪恶的权势之下 人类不但失去生命的方向,也失去生活中的平安喜乐 耶稣基督为爱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 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伟大的救恩 将每一个信靠他的人不自灭亡 反而得到从神而来自由喜乐的新生命 这正是这个世界所最需要的信息 而我们教会的位置正是在矽谷的中心点 更是在101高速公路的旁边 每一个开车经过101高速公路的人 都不会错过教会前面美丽的灯光 而这每一盏灯都向他们述说 有一位神深爱着他们 而且他带给他们生命一个崭新的开始 其次这是一个提醒 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四节中对我们说 你们是世上的光 既然今天神给我们这样一个做光的使命 那我们就没有权利来埋怨世界的黑暗 反而我们需要为主来发光 来照亮黑暗 那你说我们要怎么样来为主发光 就要借着我们的好行为 叫世人看见就归荣耀给神 换句说 就用爱心的行动来让世人明白 神就是爱 你不一定要到远方去 就从自己身旁周围的人开始 用基督舍己的爱去爱他们 这个世界就会因为你我而变得更为美好 第三 这是一个尾声 就像在第一个圣诞夜 当牧羊人寻找到婴孩耶稣之后 他们并没有把这好消息据为己有 反而到处去宣扬救主耶稣已经降生了 同样的 今天我们要重新尾声来传扬这个好消息 在圣诞节其中 最简单来传扬这个好消息的方式 就像人说圣诞快乐 耶稣爱你 无论这个世界怎么样想用假期快乐来取代 我们都应当坚持的说圣诞快乐 因为毕竟耶稣基督 才是圣诞节其欢乐庆祝真正的原因 在今年的圣诞节 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托付 重新尾声来为主发光 那么今年的圣诞节 必定就会不再一样 愿上帝祝福你